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阿慶 今天就不來做教學 今天來分享我要做菜給我的好朋友吃 有盆自遠方來 所以我親自下廚 要來吃中島 那今天雖然做的都是一些家常菜 但是我今天也精挑細選很多很獨特的食材 我一大早呢 就到我們台中非常熱鬧的建國市場 全門去找這個 做澎湖漁獲的廣商 拿了一些很特別的 那我今天也很迫不及待跟大家來分享 我今天有買到什麼很棒的食材 那大家都接著繼續看下去囉 我現在在用的這個是非常特別 而且很少看到的脆管 它其實就是小卷類的一種 它裡面有很豐富的蛋 都在這個裡面 軟絲 記憶外 它才有辦法這種顏色 那這個在燙的時候它有一個特色 不要燙太久 一定要燙到它的蛋稍微有爆出來 這樣子的脆管才是手 再來這個鵝仔一定要大大介紹一下 今天我到這個專門在賣澎湖貨的朋友這邊 它居然有澎湖的搭鵝 你知道什麼叫搭鵝嗎 它鵝仔挖下來都沒有泡任何水 這就叫搭鵝 你看 非常的漂亮 而且每一顆很飽滿 有漂亮嗎 完全聞不到任何一個腥味 然後愛吃海鮮的媽媽朋友們 你們都有買過賤蝦 這種大小最好吃 然後我今天賤蝦要拿來做一個 家常的料理 我這裡在撒肉 因為待會兒我今天有做一道很家常的蒜泥白肉 好 那我就趕快來製作下去了 你看這塊肉三多久 燙好你壓 有沒有發現它出來的汁是什麼顏色 這是高湯的顏色 這樣就熟了 剛剛有血就不行 但是如果你是要煮蓮鍋湯 炒回鍋肉的就可以了 就是要煮到人家講的溏心色 這個就是一個很棒的高湯底 我認為好吃的黑色 頭這裡要帶一點略紅 剖開之後裡面是這樣子 旁邊綠色頭略紅 我覺得這樣子的香氣酸度甜度 都是最好 看一下這個白盒 我這個就是新鮮的白沫 你看我新鮮白沫燉很快 它很快就好了 加了這個正港台灣的龍眼乾 這種好龍眼乾它稍微煮一下 它的味道就會出來 顏色也出來 甜度也出來 最主要是它的口感 不是冷的 是Q的 這個就是我們正港台灣的人家光 也好吃的地方在這裡 然後你看它的湯色 來看一下喔 青黃色 哇 就是這個感覺 一般這一道菜啊 它在餐館喔 它叫 碗豆仁炒雞絲 碗豆仁呢 在菜市場也不好買 所以我就用 荷蘭豆、甜豆、四雞豆來取代 但豆類的啊 你去外面點菜 為什麼會貴 因為很費工啊 你看我現在就在這個 這個 這個就要花個十分鐘的時間了 其實我有時候常在 看我們同學會啊 很多媽媽在做那個料理 我也覺得 母音姐都很厲害 有的 那個分享出來 都是PRO級的 我覺得 大家在同學會裡面 這樣子 很開心 然後互相分享 一些美食 我覺得是很棒 這也是我成立同學會 最大的一種種子 四季都要這樣處理 打斜刀看好 放柔順的美工 絕對就是你在燙的水 鹽啊 那鹽的比例可以多一點沒關係 燙起來的蘆筍喔 會又甜又脆又好吃 要不是 有問題 可以 來 最後一道甜湯 銀耳 燉 百合 哈士摩 以前磁吸就是吃兩個東西 在養顏美 一個就是哈士摩 一個就是燕窩 像今天啊 我的這個友朋致遠方來 從高雄來的朋友 他們剛剛吃得非常開心 去到他們下一個行程了 那當然 身為一個主人家 客人離開之後 我們就是要開始散透 所以呢 不管說今天是到外面去做板的 或者是自己在家裡接待客人 我相信各位媽媽 好朋友你們都知道 做吃的南遮讀房 就是這個時候最忙也最辛苦 但是當客人吃到我們用心 準備料理的時候 你就會感覺到 從他們滿足的眼神 這樣對我們來說是最大安慰 以及消除一切的疲勞 謝謝今天大家 跟著阿信來看我今天 在我自己好的秘密基地 招待我的好朋友 那也希望大家 如果有什麼想吃想學 歡迎留言 讓我知道一下 我懂的 我一定跟大家交流 不懂的 我也幫大家找出原因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 拜拜